Hello 各位早晨 今集就是第三集 講耶穌研究 如果沒有看的朋友 可以看回第一、第二集 第一集我講了 Rimerus, Paulus, Strauss 的研究 上一集第二集 我講了William Grader 和Albert Weiser 的研究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正在用Helen Bond 的一本 很簡單的書 我只不過是順著那本書 它的內容 簡單介紹一下 耶穌研究過去的歷史 上一集說過William Grader 和Albert Weiser 大約1900年的轉折 差不多 到了那一段時期 因為這兩人講的理論 以及他們講的一些解釋 或者學說 令到有關耶穌的歷史研究 很多人會覺得是停頓 我不可以說是停頓那麼誇張 但到了那裡 就緩慢了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研究一個人 你要研究耶穌的歷史性 他在歷史上做過那些什麼 說過那些什麼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 你有沒有歷史資訊 去知道那些事實 其實很久以前 很多很多的學者 已經覺得 那個 約翰福音 也不知道可不可信 因為看下的時候 也像是 一個 Theological Treaty 似乎對神學有興趣 比故事的歷史性更多 但是不用怕 因為我們還有馬可福音 馬可福音 很有可能是 那麼多的福音書中最早期 只要我們能夠維護馬可福音 就可以了 那麼 那個William Grader 即是他的見譜 或者他的見解 就是說其實馬可福音 雖然你看起來 就像是一個簡單的 narrative 即是簡單的敘述 但是你也不能單純 當他是一個歷史書 去看 他不是歷史教科書 說到最後 他也是一個神學著作 雖然他看起來 那個故事性更強 例如他裡面 看到那些Messianic secret 他很有可能 根本上那些不是事實 那些是 theologically motivated 就是 滲入去 加入去 或者將他 organized 做一個模式 現在顯現在馬可福音 其實背後 也是一個精心的設計 文學的安排 而不是單純 有那些事發生 他就這樣寫下 是複雜很多的 所以令到 咦? 原來不是我福音 你也不可以 就這樣當他歷史書 這樣看 令人覺得 你要研究那個耶穌 就很困難 這是其一 另外 Albus Weiser 在那個時候 他就批判 一直以來 在他之前 很多的耶穌研究 他就指出 很多人 說什麼研究耶穌 說耶穌怎樣怎樣 最後 他說到耶穌那個樣子 根本就是 他們自己的樣子 他不是在形容耶穌 他在形容自己 他自己關心什麼 又說耶穌關心什麼 那你怎麼是一個研究 你根本就是在寫自傳 如果你在寫耶穌 我對耶穌是有興趣的 但是你形容自己 我說對你沒有興趣 因為他寫得很好 他令人衷心覺得 很多耶穌研究 確實是廢 所以在學界裏面 造成一些疾愛 就會覺得 你走這條路 如果真的走下去 就好像一條死路 那樣 所以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 就少了 所以在這一段的時期 在他們之後的幾十年 自從1900年 不是真的整齊 1900年 只是一方面幾 大約1900年 打後的二三十年 或者三四十年 這個討論少了很多 關於歷史裡的耶穌討論 但又不代表在這段時期 我是沒有話說的 所以第三集 我就會說 有關於 不是我說 其實是Helen Bond說 就是關於 這段叫做 No Quest的時期 你待會看到 他叫做No Quest 不代表沒有人說話 不是這樣的意思 只是討論比較少 在這段時期發生了什麼事 Helen Bond提到 正如我剛才所說 因為Sweizer 和William Greider 他們的講法 他們的講論 令到這段時期 很多的學者都開始懷疑 究竟有沒有可能 可以知道歷史裡的耶穌做過什麼 他們又不是說耶穌沒有存在過 而是你究竟可不可以知道他做了什麼 作為一個學術探究 你可不可以知道這件事 他們對這件事是存在著懷疑 所以少了人去探討 再加上在這段時期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神學家 叫做Rudolph Boltmann 他的講法 對於這段時期的人的學術研究的興趣 是有很大的影響 他的講法是怎樣呢 從他的角度 他認為作為一個人 你的存在 其實是有乃於或依靠著上帝透過耶穌的救贖 即是透過耶穌的救贖 即是你的存在才有一個真實的意義 另外 他就說 正如我剛才所說 在這段時期很多的學者 都是懷疑他們知不知道耶穌在世的時候 當他有肉身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 或者說了什麼 他對於這件事是很大的懷疑 Woodolph Boltmann也是一樣 他不肯定我們透過學術可不可以知道有很多關於在世的耶穌的事情 但是對於他來說 這件事其實不太重要 因為他為何會有這樣的反應 就是因為在他之前很多對耶穌的研究 其實那些人只不過在吹水 從我們的角度來說 因為他們又說耶穌當時是怎樣想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人這樣說 What would Jesus do 就差不多了 對嗎 哈哈哈哈 因為那些人就好像是在 Psycho Analyze 在那裡 在估算究竟耶穌在那裡怎樣想 又說他當時的心理狀態怎樣 喂大哥 你在估計2000年前一個人的心理狀態 你說到這樣 人家都很難去refit你 即使是說你不對 都很困難 這樣就變成各有各 他那支笛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Woodolph Boltmann覺得 你又這樣說他又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我 我就真的說不定 如果你說到這樣的話 他是有這樣的反應 你不可以說他cynical 什麼 而是在他的學術氛圍之下 他有這樣的反應 其實也是合理 而且因為他有這樣的感受 他又覺得你一個信徒 你的信心又或者你的信仰 你是不可以依賴在一些 好像浮沙一樣的 沒有一個紮實根基的歷史探究之上 透過歷史去尋找耶穌 他覺得是不穩陣 至少在他那時候 他覺得是沒有答案 他覺得信仰是不可以 基於這些事情上 不行 因為他覺得是一條死路 而且他認為 對於信仰最重要的 就不是歷史裡的耶穌 而是 在信仰傳遞裡 說到那個基督 所以對他來說 在世的耶穌 和基督徒信仰裡的基督 你可以把它分開 最重要的是 只要你能夠緊緊捉住 最早期教會 傳揚的那個基督 歷史那個 不是說他不存在 只不過我是沒有辦法知道他是怎樣 透過學術 但是如果你能夠緊緊捉住 那個早期教會 說得很清楚 那個基督的話 你的信仰就有根基了 大概是這樣說 根基的彥坡 起碼是這樣說 還有對博曼 其中一樣的學術研究 就叫做 form criticism 不只是他 當年很多德國的神學家 都是搞 這個form criticism 他在這個批判學裡面 他就是研究 那個 現在你 聖經裡面現有的那些福音書 他的故事是怎樣走在一起的呢 現在在我們面前就是一個福音書 但是你揭開一本聖經 他也分開一張一張一段故事 一段故事 你看到其實是 你就這樣看也好 你都會有感覺 好像不同的故事聚在一起 好像你買了一張 愛回家的DVD 你可以當愛回家是一套系列 但是他每一集 每一集 都是一個單獨的 一個單元的故事 這樣看也行 就是form criticism 就是研究這些 會不會他當初是一些單元的故事 然後他怎樣走在一起 這些單元的故事 當他們走在一起 寫了這個福音書之前 他是以一個什麼狀態來流傳 究竟他是用口說 還是用紙筆墨寫下 如果是用口說 或者紙筆墨寫下 為什麼當初會流傳這個故事 那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有什麼必要 這些故事是值得流傳 他就是研究這些事情 他的結論大概 不只是他的 很多做form criticism的學者 其實都有這樣的意見 起碼他的年代 他認為很多時候 這些單元 這些故事 就是最開初的時候 有一些 你的確可以追回耶穌 歷史裡的耶穌 那段是他親口說出來的 但是他認為大部分 不要說大部分 很多 其實真的大部分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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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是教會路作出來的 他就說 你看這些故事 你能夠在裡面 抽取那些歷史資訊 所以 因為是 那個 教會路作出來的 所以你看完這些故事 你抽取裡面的資訊 你知道多了什麼 就不是 歷史裡的耶穌 因為這些不是他所說的 你知道多了那件事 是最早期的教會 以及他當時 就是 System Laban 就是當時 那個實際的情況 他們究竟有什麼實際的需要 要作這樣的故事 來處理這些問題 你知道多了的資訊 其實是那些 早期教會的狀況 以及需要 但是 這些不代表不重要 因為你知道早期教會 基督 信仰 都是由早期教會 傳出來的 你知道多了早期教會 對你的信仰當然是有幫助 據他所說 所以 其實你看這些故事 你是了解多了 早期教會 了解多了聖經 你至少了解多了 寫聖經的群體 所以 那些 對 博文來說 那些福音書 其實 你就是 可以 了解到 早期 基督教 群體的信仰 多於 了解 耶穌的 歷史 的事跡 對他來說 這兩件事是分開的 你明白嗎 對很多人來說 很簡單的想法 當然是 最早期的教會 他和耶穌就是一脈相承 你了解多了教會 其實就是了解多了耶穌 他說不是 這兩件事是分開的 之間是有一個紅溝 關於耶穌那部分 資料不足 我不知道 現在我能夠看聖經 裡面了解到的 就是了解早期教會 就不是了解耶穌 但這不是問題 我了解教會 就足夠 灌溉我的信仰 因為他 早期教會 一樣是傳揚基督 他不是在說邪教 他又不是在傳異端 他只不過是早期教會 寶羅的信仰 那些 就足夠了 他們一樣是傳揚基督 基督的信仰是最重要的 他也是這樣說的 他的說法是這樣的 因為Butman 這些說法 這一連串的研究 所以在那一段時期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是把歷史裡面的耶穌 和早期教會對於基督的信仰 分開的 所以在他的大領底下 可能受他的影響 當時很多新約的學者 他們也分得很開 他們就是研究 最早期基督教教會的信仰 發展 對於研究歷史裡面的耶穌 他們的興趣少了很多 但Helen Bond也提到 這段時期並不是完全沒有人 去探討歷史裡面的耶穌 他們數了幾個人名 你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 E.F. Scott C.H. Dot 很多人都知道 香港特別多人知道 T.W. Manson 也是非常出名的 Yeremias 也是一些出名的學者 後面提到一些我都不太知道的東西 我也是適合看這本書才知道 他就說 在那段時期 因爲博文的說法 有一種學說 在那個時期廣為流傳 這些學說 連博文自己也不同意 但是據Helen Bond說 是受他影響的 但是 在這段時期 很多人說 這個耶穌根本上 從來沒有出現過 近年 好像比較多人說 但是 在很多年前 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四十年代 五十年代 其實 已經是 很久很久之前 已經是 很多人 從學術的角度去探究過 是吧 當時 沒有太多人 現在突然間 好像當新東西 又再說 但是 其實 不是一個新鮮的說法 當然 另外 很有趣的 他提到 有一些學者 現在香港 有很多 乃貢的 牧師 講聖經的人 講到 聖經 鼓勵乃貢 鼓勵 信徒 向在上掌權者 跪下 看見一些不公義的事情 都可以 要信復在上掌權者 聖經當然不是這樣教導 這些是很簡單的邏輯 你自己被人刮一巴掌 就一回事 原諒人 不代表 你可以看著隔壁的人 被人打到豬頭餅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很簡單 但我相信那些人 不是蠢 那些是要刻意乃貢 所以 硬地把這些東西 扭曲到 像他們這樣說 所以 在那一個時期 也有 一些學者 對耶穌一些很扭曲的想法 滲入了 一些納粹的思想 他提到其中有個學者 這個應該不是學者 這個不是一個認真的學者 有個人 叫做 HS Chamberlain 他說有一個很著名的書 說 耶穌 其實是來自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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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族裔群體 那個族裔群體 是混合的 你不可以說 其實 說到尾 就是耶穌 你不可以當他是猶太人 哈哈哈哈 總之就是耶穌 說到他不是猶太人為之 他就說是來自一個混合的族裔群體 其實就是外來 就是他在外面被人帶去加利利 他不是當地那些根正苗紅的猶太人 而且懷疑其實他是有阿里安人的血統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人甚麼都說得出來 我沒有看過他本書 他怎樣可以看耶穌的故事 看到他有阿里安人的血統 真的是奇怪 哈哈 那另外 他說這個就是真學者 有一頭人叫做Walter Grubman 雖然耶穌的家族有一個猶太人的信仰 但在血統上他們並不是真正的猶太人 而且耶穌本人對猶太教強力反對 很多這樣的說法就是把耶穌,很明顯是一個猶太人 大衛的兒子信仰也是猶太教,在最早期的時候 說到他不是猶太人為止 他反猶太信仰,他本人的血統也不是猶太人 總之把他說得像白人一樣,當時有這樣的說法 他說在四、五十年代有這樣的流傳 Helen Bond的說法是因為有這麼不體面的說法 這麼離譜的說法,所以有一些學者認為 我是需要反對他們的說法 你要反對他們的說法,那你本身要對歷史中的耶穌 你要有多少探究或者了解你才可以反對人 所以這句話的說法也是因為這些愚蠢的言論 令到當時一些學者 重新重新重新對歷史中的興趣 這就是一個所謂No Quest那段時期的說法 下一集我們就說這個New Quest 說一下有些學者重新重新重新對歷史中的興趣 很多人就把這個Credit給了Ernest Casermann 有趣的是這個Credit就是Rudolf Bergman的學生 由他的老師有份把人的興趣帶走 同時也由他一個出名的學生把那個興趣帶回來 他們玩完了,下集再見